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今节为大家跟进内地市的情况 有要财政券市务总监郭先生在旁边 郭先生你好 你好 先看看内地市方面收市的情况 大部分指数都是向上的 上证指数升26点 报在3128点 深证城指升51点 报10743点 互芯300指数升31点 报3365点 至于创业版指数升6点 报2153点 看看上证指数 星期一突破3100点关口 今星期仍然守得住 今日势头震荡反复向上 下午回来都仍然有得升 可以收在3128点的位置 你预期后市或未来的11月份 内地市会怎么走呢 其实很关键的 因为今天曾经见到3140点 这个和8月的高位是相弱的 即是整个形态属于市顶 如果没有预测错的话 本来我认为第四季一定可以上破3140点 讲的时候还是3000点多些 也不知何时才破 但现在看上去很快 可能明天已经破了 因为最近中央也有些政策出了 包括有钱不让你买楼 境外的投资买保单 有投资成份的保单又不让你买 你变成了民间的财富都不知去哪 遇到人民币又要贬值 其实有不少人不满 不过不要紧 当A股有一段路向上走 自然可以输解这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A股上升 亦可以有利于企业的融资 以及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明年老实说 经济也要保持6.5%增长 在上个节省刚刚说过来 出口人民币贬值 当然是有一个舒缓 有一个扶持的效应 因为人民币汇价持续高企 没有竞争优势 但固定投资方面大家要留意 好像一些大型的基建 很多已经做了 例如高铁已经四环四中 南水北调已经做了 剩下的还有一些小工程要做 但几年前要推行大型基建出来的时间 那时候带动经济 用的钢材用的水泥 根本上完全是两件事 难怪这段时期 水泥和钢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始终无法解决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基建的步伐比较慢 房建做多些便可以 但现在是限购 限购发展商 建了房子出来 要卖给谁人 当然卖给有钱人 偏偏最有钱的那些 你又不让他卖 如果已经有房子在 有些真的想买的 他又上不了会 入息又不多 收入又少 又上不了会 你层楼建好多漂亮也没用 你是卖不去的 发展商一打完 都会认为 都是迟些才卖 现在不是说楼价太贵 你减价就可以卖得到 而是说楼价贵 一样有人去追 只不过政府不想楼价太质烈 令社会不满 所以出现一个限购 这是令到有些楼房地产 放在这里 唯有卖给一些 符合政府规定要求的用家 很多人没有楼 老实说 建了一座漂亮楼 大家也想卖 不过你上不了会 你又没有一个收入 那你怎样去买 那发展商 建了楼放得漂亮也没用 真的可以买到那些 又卖不到给他 没有能力买那些 你又不会买给他 他也卖不到 那就交着去 所以内房股一段时期 暂时来说 大家不要抱着太大的冲击 即是说固定投资的板块难行 出口的板块 有人民币贬值去刺激 但是9月份 出口以美元做单位计 都跌了10% 所以我也不觉得会有太大的动力 剩下来 你要推动的 就真的靠内税 14亿人口 不理你衣食住行 你拿一件事 乘一乘14亿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期 我相信 金融这个板块 是会走得比较漂亮的 即是内需 会有政策 继续下去扶持 明白的 谢谢郭sir 对于内地市的分析 我们转看看另一个板块 就是说一些煤炭板块 今天就个别发展的 1898 中门能源 暂时偏远跌 2千步4.37 1088 中国神话 要跌跌近2% 16.72 烟洲煤上升2千步5.89 看法改委今天下午都开会 想规范煤企价格的行为 他们就说随着煤炭的库存大幅上升 有些煤炭骨钢企业 已经开始主动下调现货动力煤价的价格 而其中看到中煤能源 都已经宣布了 自今日起动力煤现货价格 在现有基础上 每吨会下调10元 都令到整个煤炭板块低走 现在就看回那些煤价 一直都升得那么快 突然说减价减10元 会不会令到整个板块没有运行 其实近期都升了很多 我都承认的 相对水泥 刚才来说 电回在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的需求大得很厉害 因为在达入冬季 或者去到初春的时候 内地很多地方都是风雪 是比较冷的 零下二十几三十度 室内的暖气需求大得很厉害 天然气取暖当然好 比较环保 但内地有不少地方 都仍然是烧煤发电 所以在这半年之内 但电回的需求量是大 可能也形成了电回资源的板块 是时候略为做好一点 虽然近期升了很多 就算高台有点整固反复 我觉得气势还是未尽的 今天才11月份 还有12、1、2 明年三月四月仍然是冷的 所以整固之后 仍然处逐沉顶的形态 不过说股值老老实实 现在这个价格 只能说不算便宜 不过就不是特别贵 老实说 以往值来说 15倍市盈率 中煤能源比较差些 但直到现在这分钟 我觉得中煤能源和显周煤 这些最坏的时间 应该都慢慢过去 如果看显周煤 往值146倍市盈就能死 但这是往值 以前夏天的时间 大家都要用电 开冷气 但问题是 量和冬天的需求完全不同 这个办法暂时来说 会有点整固和消化 但短期之内 就算要走的话 我想市场的资金 会比较集中 在金融的板块 大家想想 A股升 交投量例的时间 什么板块最受惠 不用说一定是一种券商股 到上证指数 如果走得比较漂亮 又哪些股份会受惠 当然是中人售 当然是平保 因为你的投资收益 可以有一个明显的回撥 尤其是中人售 不介意的 20个日记买了一注 早两天18.800 买不到的 公行跌两仙 中行跌两仙 港交所跌3元 报200元 国寿暂时无声跌 报19.24 有邦保险跌3毫 报47.65 腾讯控股跌2.6 做201.8 至于金沙中国跌3毫 只报33.9 至于地产股 原来今天都是要跑输的 长和暂时跌5毫报95.3毫半 新鸿基地产跌6毫115.7 九龙仓跌6毫57.4 中海外跌1毫半 报23.6 华阴之地升6先报19.2 三桶有道向下 中海游跌6先报9.8毫1 中石游跌2先报5.2毫6 中石化跌8先报5.6毫1 中国神华星跌3毫4指报16.6毫6 谢谢郭sir刚才的详细分析 说的一些血伤股份 或者其他的股份有没有哪种持有的 没有的 好 谢谢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直播